蔡政府把新南向当作政策牛肉 积极招募东协十国人才来台 而目前东南亚在台移工有将近60万人 其中23万人就是来自于印尼 平常为了赚钱 女性多半是选择当看护帮佣 男性则是到工地工厂上班 来弥补台湾大量劳动需求 但是你有想过这些外籍移工离乡背景 想家的时候该怎么解乡愁吗 新北市永和有一名印尼华侨 他叫做奥斯卡来台15年 定居在台工作 目前和表弟共同经营贩售印尼生活用品商店 很不同的是 奥斯卡把来店里的印尼移工 都当成家人朋友亲切招呼 主动提供协助 甚至还学煮印尼料理 打造小型KTV商店 这个被称为是印尼移工的秘密基地 现在就透过环宇新闻的镜头 带您一窥就近 来到永和这间商店或许你会觉得跟一般超商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走进一朝你会发现 其实这里是很多印尼移工的秘密基地 卖着辣酱虾饼生活用品 这间印尼商店还是移工们一姐相酬的小天地 老板是他奥斯卡 15岁来台读书 一呆超过20个年头 亲切热情主动伸出援手 因为对奥斯卡而言 这些同乡移工不只是顾客 更像家人朋友 要去东西 还是去捡这件事都不要过来吃 因为我们也是印尼嘛 我有事情希望他帮忙的时候速度比较快 譬如说我在外面 我希望这次印尼店帮我 然后他马上帮我 就是怀念家乡 就吃旁边来解仇是吧 解乡仇 解乡仇 谈起家乡满是想念 从少年蜕变成移工避风港的 奥斯卡说 唯有知深离乡背景的人 才知道思乡的离仇有多深 那个时候从印尼来到台湾 完全不会讲国语嘛 不会讲中文 那你不得不 你要融入这个社会 你要融入你 我跟同学的还有老师 他们教课 你不可能一直都听不懂 虽然没有政府推或政策 那我们自己也要知道吧 听不懂他们说多少钱 所以我就付一千块 一直付一千块 他们还我多少 我也不知道 你不敢说吗 你不敢说 你不敢说 鸡同鸭讲是外籍义工最常遇到的问题 再来习惯文化都不一样 要是遇到困难开口求助也没这么简单 他的小孩刚好出测祸 然后就来到我们这边 然后那个愁眉苦脸嘛 那我们就问他怎么了 然后他说他小孩出测祸 那就有一点点苦了 那我们就安慰他说你要加油啊 就可不可以请假回去看小孩 他说没办法 给予协助听移工诉苦 这处秘密基地能做的还不止如此 生思丽节唱出思乡之情 Oscar白放这台投币是KTV 还学煮印尼料理 这是我们最后一道黄姜饭 请慢用 黄姜饭配上辣得过瘾的 巴东牛肉还有道地印尼牛丸 秘密基地还煎餐厅 一道道故乡传统料理 提供最想念的家乡味 东南亚越来越有 在台湾越来越有地位 东南亚现在也是在起飞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台湾有这样的政策 是很好的 您知道吗 台湾这块土地有超过60万名东南亚移工 蔡政府力推新南向政策 但如何打造友善职场 让移工杯葛画下休止服 吸引更多人才来台 也促使更多人走出去 和新著名新二代配搭成为伙伴 是当前最棘手问题 怀孕新闻苏宏杰林林新北采访报道